我們要引以為見 屏東也辦了連續五年的國際風箏節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選擇了在冬天部分的氣候比較溫和 那當然這個新竹這個 包括昨天也才了解很多 在越南日本都有曾經發生 因為風箏的一個漢市 那但是這個讓我們在主辦 我們也不因夜費時 但是還是要這個 如果舉辦類似活動 我們還是要這個高度的整備 那我們連續辦了五年的 這個我們昨天看了去嚇一跳 這個未來我們在 這個禮拜就要討論 十月份的這個一些籌備的工作 所以這個會讓我們更加的謹慎